有民眾為了倒垃圾 直接闖紅燈 而且不是一兩位而已 是集體大家一起闖紅燈 這個事情發生在高雄市前鎮區的鄭秦路 很誇張的是每天垃圾車停留的時間 至少需要五分鐘的 明明五分鐘足夠大家慢慢從容地走過馬路 可是還是很多人無視紅燈 就是為了丟垃圾 每個人大包小包看到垃圾車來 一股腦把手上東西往車裡丟 但抬頭看耗質燈明明是紅燈 民眾卻違規穿越 騎士忍不住按喇叭 行人依舊我行我 素為了倒垃圾闖紅燈 顯像緩身 影片中的地點就是這裡 高雄市前鎮區的鄭秦路上 附近居民說一個禮拜當中 又屬星期四 情況最為嚴重 這是兩個社區很多 大家都不想要等 所以只要垃圾車 他們看到垃圾車來 就垃圾拿就衝過去了 他不管有沒有紅綠燈 禮拜三沒有收垃圾 禮拜四早上就更多 他綠燈走過去 正好變紅燈 他們走得比較慢 該日間配到停留點的停留時間 為上午8點半到8點35分 有長達5分鐘的一個停留時間 足夠民眾衝容丟垃圾 監視器記錄 垃圾車從抵達到離開 其實比表定的5分鐘還長 居民表示 闖紅燈倒垃圾 是畸襲難改的日常 甚至追著垃圾車跑 在空中拋植垃圾 他比較晚到 垃圾是剛好在啟動的 在行進間的時候 他們會去追垃圾車 在行進間 他們垃圾是用空拋的 新人倒垃圾時 為一號制管制 指示 內衣穿越入口之情勢 儲新臺幣500元滑環 罰錢是小 安全重要 入口天天上野 民眾闖紅燈倒垃圾 雨車爭道 讓人看了心驚膽戰 記者劉文發 許崇文高雄報導 Ос 垃圾